來到莊晶路404巷弄裡 原以為全是住戶的街道 卻有一道裝潢非常漂亮的圍牆 舒適的座位吸引民眾的目光 走進餐廳裡更加覺得溫馨 這間楊大姐的私房小鋪 隱身在巷弄裡 卻成為休閒放鬆的絕佳秘境 你現在看到我店裡面所有的裝潢 基本上我們拿下來這個店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做特殊的硬體裝潢 我們只有做一個吧台 其他所有看到的裝飾品 都是我大概二十幾年來 收集來的東西 雖然它不是很值錢 可是就出門去玩 出國去旅遊 看到然後買了 帶回來 然後放放放放 之前都收在儲藏室裡面 終於有這間店的時候就可以出來 除了店內裝潢是由楊老闆娘 親自擺設之外 菜單設計也是她一手研發的 雖然是中式料理起家 不過老闆娘卻認為西餐吃的更營養健康 於是店內招牌就是一道道美味可口的 義式料理 我覺得煮東西不需要放太多的調味品 我之所以後來不喜歡做中餐 是因為我覺得中餐餐了太多的調味品 那每次餐飲的話我覺得它就是簡單 那至於茄汁的話很簡單 就是新鮮番茄加茄汁 然後加上新鮮的海鮮 然後蒜頭去提味 最後加上鮮奶油 加上起司粉去提味 這樣就好了 其實我煮的東西都很簡單 可是它呈現出來的口味就是很好 像是這道茄汁意大利麵 以及海鮮食蔬墨魚麵 用料非常的豐富 老闆娘以家為概念來經營餐廳 希望以媽媽的身份 給顧客滿滿的配菜與份量 讓民眾斬不絕口 因為我剛剛才上禮拜從義大利回來 吃義大利的義大利麵 我已經快受不了了 我跟我先生真的難過了 可是它這邊的義大利麵 吃起來我也覺得膩 滿爽口的 重點是它裡面的料很多 在西餐來講 就是以美式餐點來講 真正的美式餐點 有時候並不符合我們國人的口味 所以我的餐點裡面 就有客人在講 其實他常來吃 然後我們就問他 他就說這裡有媽媽的味道 我心裡就覺得很好笑 我做的是美式餐點 竟然有媽媽的味道 不過事實上也是 然後至於說義大利麵還有燉飯的口味 我就是按照在調味方面 就沒有那麼的稀釋 餐飲點美食 中式的餐飲概念在裡面 所以吃起來又有一點美食 可是吃起來又很符合我們自己的口味 就這樣 酥辣紮實的份量 老闆娘的沙拉也是非常阿沙利 櫻桃鴨跟蔬菜一樣多 點一份沙拉就能吃到 滿滿的營養與美味 就連新一區李安里 留媒局里長都大力推薦 帶著全家人一同來用餐 吃了以後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好吃 尤其它的櫻桃鴨的沙拉 真的是不一樣 非常好吃 那我就馬上上了聯書了 那這個楊大姐的非常特別 就是她在奧地利三年 學了很道地的義大利麵跟燉飯 所以應該是跟一般的餐廳不一樣的 不同於一般餐廳 這裡的義式料理除了料多豐盛之外 也融合了中式做法 味道更符合台灣人口味 讓不管是大人 小孩還是長輩 都非常喜歡這裡的料理 今天的菜很好吃 菜很好吃 哪一樣菜好吃啊 很多菜都很好吃 它每一樣菜都吃得瘋瘋的 老闆娘親切的服務 與認真的料理態度 讓餐廳多了一份人情味 餐廳雖然不大 卻充滿溫馨的氛圍 同時給人悠閒舒適的步調 因為她堅信 好的服務態度與品質 客人自然會上門 而健康好吃的菜色 也會讓客人一吃再吃值得回味 記者沃君採訪報導 850加850一共多少 還是850 比比寬評就是狂 一筆消費雙重享受 200妹標速上網 每月只要850 月月再回饋850元 電影看片機 讓你每一元價值都翻倍 網路費繳多少 熱門電影就能看多少 再想HD高畫質頻道一年份 抱怨影片30天 還有千元禮券送給你 千 Technologies 回退 快打電話找BB 好